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五大野战军系统,先后组建了19个野战兵团,到了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 这19个兵团的首任司令员,绝大多数都挂上了将星,即一兵团司令员王振上下,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三兵团司令员陈西连上下,四兵团司令员陈庚大将,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上下,七兵团司令员王剑安上下,八兵团司令员陈世炊上下,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上下,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上下, 十二兵团司令员绝大将,四兵团司令员刘亚劳上下,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上下,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市地上下,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勇上下,二十兵团司令员杨诚吴上下,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上下,十二兵团司令员陈世炊上下,二十三兵团司令员董奇武上下, 上边共有十八位兵团司令员,被授予上将获大将军衔,但是还有一位首任兵团司令员没有授贤,他就是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那么,如果程子华参加授贤,应该获得什么军衔呢? 程子华是山西县县人,二十一岁考入黄浦军校武汉分校与黄浦军校本校第六期同期学习,一九二十年八月,他随军校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帮命军教导团东进九江,准备参加南场起义,因为赶上起义队伍, 程子华站转赴广州,于当年十二月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程子华回到北方,后受上级派遣打入旧军队开甲兵运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程子华成功领导发动著名的大野兵报,率领起义部队加入蓬勒团指挥的红武军,就此奠定了早期创建人民军队原生之一的历史地位,加入红军后, 程子华展现了比较强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能力,先后在红武军,红八军,红三十五军,红武军团,红二十二十任职,参加了江西苏区的多次反围九战斗,一九三四年秋,程子华受上集派遣到达厄外苏区,单见红,二十五军军长,他和吴幻仙,许海东等人紧密合作,率领红, 二十五军北上长征,冲破敌军重重组结,时车数千里,胜利到达厂北苏区,后程子华生任红十五军团政委,同军团叫许海东一起指挥作战,打破敌人的围剿,为迎接三大红军主力,会是西北创造了重要条件, 抗日战争中,程子华辗转于山西和冀中等地,与吕正操等人共同领导军民进行对敌斗争,创建了著名的冀中根据地,并兼替涅容真,成为警察纪根据地的最高军任领导人,解放战争中,程子华执长继察热疗解放区军政大权,同时配合东北和华北两解放区作战,地位非常重要,继察热疗区划归东北后, 程子华主要负责军事指挥,相继带出了东北野战军第八、第九、第十一纵队,为东北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购献,辽、盛、平津战役中,程子华率领本部野战兵团牟战塔山,先前入关,阶段平随,连战远结,威名远遥,1949年全军进行整编后,程子华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下下第三十八军,第四十七军,第四十九军,四野渡江南向后,程子华指挥所部参加恒保战役, 沿湘西一路追击半个月,先滴八千六百余人,切断了湘南之迪西退贵州的道路,配合主力支掉了白崇喜集团精锐,二号徽军攻占大佣,桑植,为后来的刘邓大军,进行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恒保战役上旅结束之际,程子华接到中央命令,奉调到沙溪省工作,从此离开了为之,与确换战二十二年的军队,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程子华任全国公交合作总社主任,不在军队系统,没有参加授贤, 但根据此前解放军总干部部提交军委女兽军衔的二十一名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地方领导干部名单中, 程子华赫然在列,玉里先念,谭震林,邓子辉,张炳成,滕黛元等,属于同一等级, 其中,程子华被女兽预备一大将军衔,从前书的程子华几十年军事履历来看, 长期担任一个战略区的最高军政领导人,完全符合被评为大将的标准, 后来中央经顺众考虑后决定,凡是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题, 就转到地方任职的领导干部,包括诸外使节,一般都不参加评定,军衔工作, 正是这一原因,程子华一汉的与将军金星师之交,